哈囉大家好 我是香菜 現在是11月底 然後我們現在在大阪 最近楓葉不是紅了嗎? 到時候蠻漂亮的 所以我們今天就想說要去 紀錄拍照 而且我們要搭的是 Hello Kitty的新幹線 Hello Kitty它現在有跟JR合作 像是有一些電車 還有新幹線都有他們的彩繪 那我們今天要搭的這一班車 它是每天只有來回各一班 從岡山到新大阪 然後再從新大阪回岡山 車上除了有Hello Kitty的彩繪之外 連座位跟行李架都有設計 還有賣各種桌邊 然後紀錄就在中間嘛 大概大家兩站就到了 所以就是去看一看 超級期待 不要不說說我們就出發吧 我們現在在月台這邊等車了 它在20號月台 這次我們是做自由行 那如果要做指定時 可能要提前預約 也可以上網先買 那自由做就是可以現場買票 也可以使用JR周遊券搭乘 像如果有要去環球影城 或是京都的話 就可以買他們周遊券 會比較划算 然後我們在第二車廂這邊等車 它的2號 3號 7號 8號車廂都是自由做 因為2號車廂會有比較多踩退 然後1號會有賣一些周邊 所以應該是在2號會最方便 現在時間是11點左右 從新大阪出發的車是11點32 終點站會到博多 中間路線如果有你想去的地方的話 就可以搭乘這一班 這邊是第二車廂 然後整個都是選色 紫色的 椅子都是紫色的 然後旁邊都有Hello Kitty 連地板啊 這個餐巾啊 牆面 甚至這個窗戶拉下來 都是Hello Kitty 超級多 然後前面那個行李區也是 整個都有彩繪的 還有一個超大的Hello Kitty公仔 拍照區 這裡真的是超好拍的 如果是Kitty迷的 這一定會瘋掉 我們等一下就去第一車廂看看 第一車廂是賣周邊的 所以其實大家第二車廂走過去 應該是最方便的 那你若是怕沒座位的話 你可以先預約指定型 今天指定型好像是坐滿的 但是自由坐都還有滿多位置的 這支服務員Hello Kitty 3850元 我在想為什麼 因為旁邊這邊有一個列車講Hello Kitty 它只要1980 所以為什麼它要兩倍 為什麼 我覺得像它的小點心糖果都好可愛喔 很適合拿去送人 剛剛安吉看到這個 超級可愛 它就是糖霜餅乾 還有薄朵 上面有明太子 然後我覺得這個 就是鉛筆類的 也做得很好看 自動鉛筆跟原子筆 很適合拿去送人 這裡實在是太夢幻了 你如果是Kitty空 你來這裡一定會瘋掉 它整個車廂都是粉紅色的 然後有超多Kitty的彩繪 還有拍照區 我們在第二車廂啊 連那個行李架都是滿滿好的Kitty 還有一個大公仔可以讓你拍照 然後這些車廂有賣滿多周邊的 除了有一些文具啊 玩具啊 印章之外 也有一些土特產可以買 剛剛還有看到襪子 我覺得襪子跟筆可以買耶 有夠可愛 然後旁邊這邊有整排的座位區 也是可以吃東西 我要跟大家說一下 如果你們想要來第一側巷的話 建議不要在剛開動的時候來 因為那時候最多人 大家都想來看 等它開一陣子之後 或是過個兩三旦 其實人就會變比較少了 現在就是小貓兩三隻 就可以拍到比較好的照片 這邊就是它的行李架 整個都是粉色的 然後超級多彩繪 感覺行李架也很好拍 然後這邊有一個超大的公仔 可以讓你拍照 整個下面都是拍照區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是Hallokitty的爸爸 這個是媽媽 爺爺 奶奶 還有寵物們 還有那個想要成為Hallokitty男友的 男友 但是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個人知識 雖然它有很多動物夥伴 但是Hallokitty它不是貓 官方有說它是一個來自英國的小女孩 然後Hallokitty有養貓 它的貓長這樣 我們到紀錄站了 其實還蠻快的耶 它搭起來就有點像是高鐵 裡面的設計也超像高鐵的 外面Hallokitty的圖圖超級可愛 我覺得如果有要搭程式幹線 有要去紀錄很多的話 可以等等看這班列車 每天都有然後一天一班 我們這班從新大阪發射的時間 是在11點半左右 覺得還可以啦 可以睡飽 那等一下我們就要去紀錄城 聽說是一個全白的大的古城 今年風也好像有開比較早 所以就希望等一下有很多可以拍 那我們就說吧吧 這是我們等一下要去的紀錄城的模型 蠻大一個的耶 然後那個城堡還蠻漂亮的 全白的一個 然後這是以前將軍坐的轎子 超級大 已經可以看到遠處的紀錄程了 哦!這我就到了 對,有在這裡 靠近紀錄程這邊有一些市區 然後路上有這個隱性還蠻漂亮的 然後整排 黃黃的 馬路很大條 蠻舒服的 我們到達紀錄城了在這邊 然後有看到裡面有一些楓葉 等一下可以去拍拍看 我們到達紀錄城了 我們到達紀錄城了 然後這邊蠻漂亮的耶 有一個護城河 看到那邊有楓葉 等一下應該可以去拍照 然後主城堡在這裡 一棟白白的 我們現在到達紀錄城了 這邊全白的城堡超漂亮 然後附近其實蠻舒服的 有很多市集 而且看到裡面有楓葉 紅紅的感覺 蠻漂亮的 等一下可以去拍照 全全貝那邊的狗狗心 現在在拍照 他要來拍紀錄城 他一個狗狗拍照 好可愛的耶 你看他有戴帽子耶 而且還有眼鏡耶 而且他們都不會動 有夠可愛的 就要去拍照 風景蠻漂亮的 好舒服 所以你們要被人攻打 他們就要跟那邊列隊 我們在找可以拍楓葉的地方 紀錄城它也是有櫻花的 而且是日本千山 所以如果是大家櫻花季的時候來 應該也是不錯 然後整個庭園環境蠻舒服的 欸他們樹都剪成這樣子 一坨一坨的很像雲 超可愛 好喜歡日本的庭院喔 有很多這種樹 葉子也是紅紅的很漂亮 但它應該不是楓葉 這一棟是小麥布 外面有賣一些零食 然後裡面應該就是賣紀念品 紀念品店有很多小小的吊飾 這個很適合買回去送人耶 好可愛喔 有一些紀錄成圖案的錢包 這個是偷耳朵的棒子 太神奇了吧 這也很可愛耶 但是不知道好不好吃 紀錄餅乾 巧克力紀錄成 這是純錢頭嗎 好可愛喔 日本的販賣機有這種玉米湯耶 熱的 也有這種一杯裝的 超酷的 這邊都是熱的 剛剛看到那個販賣機裡面 熱的玉米湯 它很香耶 這也是小胚 它也是紙杯 然後一半 它就硬朵耶 對啊 我看一下 它還比較偏 欸對啊 為什麼 而且你的顏色比較深耶 有比較大杯嗎 你把兩杯都喝喝看 好 130跟140的差別 這個是130 而且還比較多的 自己可以買的 這是我的 這是我的 我會看喔 差不多啦 差不多 你說我比較便宜還比較多 好吧 多一點點 我們找到一條 超級適合拍工業的道路 就是在紀錄層 售票口右邊進來這邊 因為紀錄層門票一千元 然後我們每個人都有點累 不想爬上去 所以就是想說來 還有請人拍照 但整個環境還蠻舒服的 這個季節來真的很漂亮 然後紀錄層 就整個拍攝的超漂亮的城堡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喜歡我哈姐 去幫我按成訂閱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也不要忘記持續關注 向蔡頻道 會有更多日本生活旅遊的影片喔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這裡有間章魚燒 好想吃章魚燒 有點餓了 先吃飯 這是起司口味的 它起司飯超多的 季節限定 然後我們還有點一個 鹽味的 還有一個明太子的 它擺得超漂亮的 看起來好好吃喔 它擺得超漂亮的 看起來好好吃喔 不會燙喔 這是NG畫面嗎 這是NG畫面嗎 不會定遮住 是否也會親眼看 一定會撞到 那邊也是 希望可以看到